晚上炒了点蛋炒饭 这个大米饭呢已经放了好几天了 车里也没有啥吃的 给它炒了炒 马上要12点了 这个饭呢刚做好 不想吃了 这几天呢其实都挺糟心的 自从上次被困牙口之后 然后就一直不顺 下来被困牙口之后呢 然后又遇到大暴雪 大暴雪吃呢 鸡油柴油又发不动 冻着了 完了今天在上坡的时候呢 上不去 打滑了 差点就摔到沟里边 特别的惊喜 在家里今天家里打电话 又说催婚的事情来 想让快点结婚 但是今年也没有挣着钱 你看从黑龙江一春 跑到这儿 又来回的绕 一分钱没有挣着 也非常的上火 再加上又问结婚的事情 小金岛又拿不出来彩礼 哎呀 房子又烂尾了 就越 再加上今天就差点滑沟里边 这几天糟心的事情加起来 越想 越不高兴 越想越不高兴 我今天都不想跟他过了 真的 太糟心了朋友们 不顺得很 大级